太好了 好 我败 嘿 我 狗狗毛伙伴 瓢虫瓢虫 打开双翅 Holoolo 探险游戏 我喜欢 我来拍第一下 哎 呵呵 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嗯嗯嗯 是啊 我们又可以看故事 猜成语 学成语了 人人都说 个个都懂 字数不多 故事不少 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 猜猜猜 猜猜猜 瓢虫先生 你好 妈妈呵呵 你们好啊 嗯 数为生销手春奶碎时仙 数为生销手春奶碎时仙 阿卡 你写得真好 毛毛不是也报名参赛了吗 让你们看看我刻苦练习的倒立书法 好大的笔 笔墨纸页 被中国古代文人称为文房四宝 可见这笔墨纸页对于写书法多么重要 咱们用的纸都是上好的宣纸 燕台都是最坚硬的石料做成的 还有这个墨也是我珍藏多年的灰墨 还有我这杆大米是用最柔软的马尾毛制作的 正好施展我的书法功力 然后我这杆了 小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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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一点墨啊 不好意思啊 墨汁不够了 我这儿还有 我这儿也有 我也有 太好了 这下可够用了 哦哈 完蛋了 毛毛 别灰心 你还可以重新写吗 可是 没墨了呀 你还有墨条吗 没有了 这些都是我珍藏多年的墨条 我都拿出来用了 我有办法了 这是古人的一句诗 墨出青松烟 对 意思是 松树的烟可以制作出墨来 咱们现在就在松林里啊 松树就是做墨的材料 让咱们开始吧 没份 大功 quas场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 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 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 猜出正确成语 即为闯关成功 我先说 我先说 这个故事讲的是 我克服重重困难 写出漂亮的书法作品 我觉得这个成语应该是 百折不挠 这个 这个 首先 百折不挠 咱们以前就猜过了 其次 这个故事的重点 也不是说你写书法 不是吗 我又自作多情了 倒也不是你自作多情 可我觉得这个故事呢 是说 是说我灵机一动 想出来的方法特别棒 得了得了 我看哪 你也够自恋的啦 咱俩肯定是进入了误区 越猜越不对了 那这样吧 调虫先生 哎呦 我们实在是没有头绪 请给我们一些提示吧 好的 我给你们十个汉字 请把正确的四字成语挑选出来 你 人 的 就 取 帽 哦 我看出一个成语 以帽取人 不对 不对 我看出了另一个成语 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 以貌取人 呵呵 我觉得应该是就地取材 你来 飘虫先生 就地取材对不对啊 恭喜你们 答对了 就地取材的意思 就是在身边找到需要的材料 不依靠外力 方便快捷地解决问题 在这个故事里 呵呵因为看到周围都是松树 想到了用松烟就能制作墨 才及时帮助毛毛完成了书法作品 呵呵 你确实很聪明 呵呵呵 也是当时那个 没出轻松烟的那句诗 给了我灵感 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啊 咱们野餐没带水果 新兴果果 就是在附近摘了草莓 苹果和香蕉 做了一个水果拼盘 也算是 就地取材了 呵呵呵呵呵哩 是的 看起来吃的东西 更容易就地取材 嘿嘿 说起吃 我们的灵感就特别多 嗯 谢谢你朴虫先生 又交给了我们一个这么棒的成Не 被违赖我了 和时间赛跑 获益动物档案 线索不断浮现 真相越来越近 调动知识 开动脑筋 猜猜它到底是谁 如果你们在我公布答案前 猜出它到底是谁 就算成功 可以继续前行 否则就要接受惩罚 屏幕前的小朋友 你可以和小伙伴 或者是爸爸妈妈一起来玩 看谁能先猜出 它到底是谁 开始 它体型肥胖 毛又乱又厚 尾巴特别短 短到你看不见 呵呵 这听上去有点像你 好好往下听 别老是开玩笑 它是个瞌睡虫 每天要睡二十个小时以上 它 我说是你吧 我每天才睡十个小时 是它的一半 它生活在树上 几乎从不下地喝水 看 不是我吧 它生活在树上 你不是也喜欢爬树吗 喜欢爬树和生活在树上是两码事 再说我可不是从不下地喝水 刚出生的它只有三厘米长六克重 像一个带壳的花生一样大 没错就是你 你们熊猫出生的时候不是就很小很小吗 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是不大 单身也没那么小啊 怎么也得一百克左右 那会是谁呢 嗯 谁呢 它 非常挑食 只吃一种树叶 只吃一种树叶 那营养够吗 我好像想起来了 就在嘴边 它 拉出的便便 是方形的 变便是方形的 呵呵 就在嘴边 你赶紧的呀 什么便便 就在嘴边 听起来好恶心 好了 开始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抱歉 你们失败了 所以 你们必须要接受惩罚 在接受惩罚前 怎么也得先把答案告诉我们呀 它 就是 树带熊 小伙伴们 你们猜对了吗 树带熊 又叫考拉 它是澳大利亚的国宝 也是澳大利亚奇特的 珍贵原始树七栋 它虽然叫树带熊 但是它根本就不是熊 树带熊妈妈有捕育宝宝的带囊 所以它们是有待木动物 别以为考拉一天能睡二十多个小时 生活如此惬意 但能睡这么久 其实是因为吃得不好 它们只认安树叶 就是安树叶 它们还要再挑挑 全球七百种安树叶 只吃其中的三十种 算得上最挑食的动物了 嗨 考拉 刚才确实就在我的嘴边 一紧张就答不出来了 那怎么办 没办法 你们接受惩罚吧 一二三 冻成冰棍不许冻 三个小时哦 嘿嘿 真吻我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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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蛟狼查克 我是小兔菲菲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最热情的 最有趣的 最野心的 最可爱 最前所未见的视频 欢迎来到 开心笑料房 我太兴奋了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有什么内容 我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你有一个强壮的胃 因为今天的动物会享用肮脏的食物 和令人做肉的晚餐 今天的菜单上有虫子鼻食 通物和粪便 我的妈呀 真是太恶心了 是的 我们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好吧 我们先从一些南美洲的美丽物开始 它们爱吃的是 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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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过巧克力泥蛋糕 但是从来没吃过真正的泥 我觉得恶心 如果你是一只鹦鹉 你就会多吃点泥 因为那是药 什么 是啊 鹦鹉用这种特殊的黏土 来治疗肚子疼 我很高兴 我不是一只生病的鹦鹉 我很高兴 我不是一只猴子 它们吃的东西 比泥巴还要恶心 它们为了摆脱 跳蚤这样讨厌的昆虫 会把它们吃掉 看这个 天地团吃掉 我肯定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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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跳蚤真是太恶心了 哦哦哦哦我好想哦我痒我好痒哦哦等一下啊啊是的抓到了哦别告诉我你要吃那个哦不可能的费费不我要把这个给大猩猩哦查克猫哎那些猿泪和猴泪都会吃恶心的东西如果找不到跳蚤吃他们就会吃更恶心的东西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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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谁给那头牛一块手帕呀 这个看起来让我觉得有点恶心 查克 还有很多动物都吃别人已经吃过的食物 只是 这些食物是从另一头出来的 你是说粪便吗 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下一道菜 看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一道菜 好 五十颗狼肯定爱吃屎啦 好吧 他们不是唯一这么做的 在非洲许多动物以分辨也才为乐 我的老天哪 当大象在附近时 大家都能得到一顿免费晚餐了 是的 只要你喜欢粪便作为晚餐的主菜和甜点 还有多余的分辨配菜 那恐怕这是今天菜单上的最后一道菜了 还好 因为我都恶心饱了 下次见啦 开心笑料房 别违赖我了 欢迎来到心跳岔路口 一个路口分成两叉 慎重选择 按钮有仨 二 三 五 红色和绿色这两个按钮 代表你们眼前的两条路 按下红色按钮 矿车就会沿着红色铁轨前进 按下绿色按钮 矿车就会沿着绿色铁轨前进 现在这两条路都被浓雾覆盖着 其中一条路连着出口 可以让你们顺利通关 另一条路连着一堵墙 代表闯关失败哦 一会儿会有动物朋友来讲他们的故事 然后我要提一个问题 再给出两个答案 明白了 红色按钮一个答案 绿色按钮一个答案 我们觉得哪个答案对 就选哪个 没错 正确答案 可能在红色铁轨这边 也可能在绿色铁轨那边 那中间这个蓝色按钮 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按钮可重要了 看完故事之后 准备做选择的时候 如果你们记不清楚 刚才故事里的内容 可以按下这个蓝色按钮 选择故事中的某一段 重新看一遍 哇 太棒了 哎呀 太难了 游戏有点难度才更好玩啊 我还有下半句没说完呢 答对出斗 答错要罚 好 祝你好运 谜题来了 嗯 我们准备好了 来吧来吧 请出题吧 别着急 别着急 今天来和我们见面的这位动物朋友 你们都特别熟悉 就是不起眼的小蚂蚁 啊 小蚂蚁啊 我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看蚂蚁 嗯嗯 对 好像到处都能看到小蚂蚁 它们还不怎么怕人 没错 人类孩子对大自然的观察 往往也是从蚂蚁开始的 小时候 谁还没看过蚂蚁搬家 蚂蚁打架呢 对了 你们都见过蚂蚁搬家吧 见过见过 有一次我在树干上 看到好多蚂蚁排着队往上爬 好像还搬着一些东西呢 嗯 那可能是要下大雨了 我记得有一本书上写过 蚂蚁对空气湿度特别敏感 真的吗 嘿嘿 好玩 下次我得好好观察一下 看看是不是蚂蚁搬家就下大雨 蚂蚁搬家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我们来听听 蚂蚁自己怎么说的吧 有请 嗨 大家好啊 我是蚂蚁 说蚂蚁一搬家就下雨 这话不太准确哦 你们平时看到的蚂蚁搬家 有可能只是在搬运食物 只有当巢穴遭到严重破坏 或者比巢附近食物和水不够了 或者旧的巢穴容纳不下蚂蚁居民了 我们才会集体出动 排着长长的队列 搬到新的地方去重建家园 这几只正在搬家的蚂蚁 在搬运一些白色的东西 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 会不会是蚂蚁家族的食物 嗯 有可能 那些东西看起来有点像大米 肯定是食物 刚才蚂蚁自己也说了 咱们平时看到的蚂蚁搬家 有可能只是在搬运食物 哎 这不就是食物吗 嗯 很有道理 嘿嘿 小蚂蚁 我们猜对了吗 猜错了 这些白色的小东西是刚从卵里孵化出来的小宝宝 这些小肉虫子还没法照顾自己 化涌之后才能变成蚂蚁的样子哦 问题来了 蚂蚁搬家时带着的白白的东西是什么呢 红色按钮 蚂蚁家族的小宝宝 绿色按钮 蚂蚁找到的食物 请选择 计时开始 哈哈 条虫先生又给我们送分题了 蚂蚁搬家时带着的白白的东西是蚂蚁家族的小宝宝 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红色按钮 公布答案 蚂蚁会搬着白色的幼虫行军 红色按钮选择正确 祝贺你们 成功了 成功了 哈哈哈哈 条虫先生 再见 这儿为我来 妈妈 怎么了 宝贝 哦 我在想 鱼有朋友吗 嗯 他们经常成群结队的游泳 是的 但是他们和其他动物交朋友吗 哦 多好的问题亲爱的 我真的不知道 嗯 也许我该问问他们 问谁 鱼呀 我的魔法面镜呢 哈哈哈哈 好 哦 哇哦 简直是太棒了 哈哈哈哈 你的朋友在哪里呢 在下面 啊 它们住在沙子下面的洞穴里 是它吗 是的 是的 朋友 它是一种特殊的鱼 叫做虾虎鱼 那个洞 是它的家吗 是的 它在守护它的家 它的视力很好 它时刻防备着 可它有点大意啊 你看 有什么东西从它身后悄悄溜进了它的家 没事儿 小家伙 那是一只虾 它是虾虎鱼最好的朋友 它们住在同一个洞里吗 正确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鱼被称为虾虎鱼 哦 为什么它们是朋友 它们会互相帮助 虾会挖洞 不让洞里有沙子 可是它看得不太清楚 啊 那虾虎鱼有很好的视力 它就像一条护卫鱼 你说得很对 既然鱼不能挖洞 小虾喜欢挖洞 这就是为什么虾总是会把它的触须 放在虾虎鱼的尾巴上 如果鱼发现敌情 就会咬尾巴 它们就会藏进洞穴里 哇 所以它们和你我一样是朋友 绝对是好朋友 哇 我都不急要告诉妈妈这件事情了 要离开了吗 是的 一会儿见啦 小家伙 宝贝 快 我的橡皮鸭在哪儿 给你拿来了 哦 谢谢妈妈 我和魔法面镜 刚刚看到一只虾虎 真的吗 那和橡皮鸭有什么关系 是这样的 它会像护卫一样守着浴缸 这样我就可以出去玩了 你吃晚饭的时候 让它来看守浴室怎么样 我做了你最喜欢的 你是说香蕉加吐司 哦 太棒了 橡皮鸭守住啊 我给你拿些香蕉了 好好守护哟 橡皮鸭 这为我来 这为我来 太好吃了 大家好 看我在吃什么 巧克力鱼 我一直都在赏着吃呢 哦 哦 不要啊 哦 那是什么呀 哦 是一只超大的 鱼鸡肠鹿鹿的 骂大家自家 藏味狸猫 它想要吃我的巧克力鱼 哦 这可不行啊 哦 我得保护好我的巧克力鱼 哦哦 等一等 我知道谁能帮我了 它住在马达加斯加的树上 哦哦 跳得好高啊 你们知道它是谁吗 它是一只狐猴 哦 快看呐 那是它的宝宝 哦 不 那只饿着肚子的肠尾狸猫来了 哦 快跑快跑快跑 天呐 它的宝宝太小了 没法在树枝间跳跃 哦 而虎猴妈妈又没法抱着宝宝 它需要用双手抓住树枝 哦 于是虎猴妈妈做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它把宝宝背到了背上 虎猴妈妈万岁 哦 背宝宝的姿势多娴熟呀 哦不 肠尾狸猫也会跳 哦 加油啊虎猴妈妈 哦不 哦得再快点儿 哦 宝宝 抱紧妈妈 加油加油 快点儿 哦 好极了 哦 哇 哦 它们安全了 嘿 这倒是给了我灵感 如果虎猴可以用悲宝宝的方式来保护它们的孩子 那么我也可以哦 哈哈 哈哈 啪啪 太好了 现在我的巧克力鱼也安全了 哈哈 不用怕那些饿肚子的肚子们了 哈哈 嘿 不过背着巧克力当然我觉得有点儿饿了 哦 等一下 我现在也够不着我的巧克力鱼了哦 哦 多谢虎猴们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哦 哈哈哈哈 再会 大红车这样子游游的转 这里的风景然真好看 天好看 地好看 还有一起快乐的小伙伴 大红车转呀转游游 快乐的伙伴说牵着手 接着你听说 接着我听说 今天的生活版 明天的红红柔